Hello,大家好,我是焦尼孙 我和小伙伴Nax一起制作了这款名为 致命解药的第三人称僵尸末日类游戏 大家都说态度决定一切 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的态度就是做原创游戏 我们是认真的 那这一期视频呢,我们重点来说说细节 首先来看看我们的主角小姐姐 刚开始进入这个危险的环境 她的肌肤是干净的 在不断的战斗后 身上留下了道道的伤痕 有玩家要问 身上就一直脏兮兮的了吗 当然不是 因为后面的版本中是要加入洗澡的功能的 你们喜欢吗 再来看一下服装部分 为了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衣服 我们做了一套比较复杂的搭配系统 将服装分成了几大类 这些类别之间是可以自由搭配和嵌套的 比如宽松的外套是可以穿在紧身的衣服外面 为了实现更多的细节 衣服也是要做破损效果的 会添加到后续的版本中 另外鞋子这部分也没少下功夫 我们经过了多次尝试 实现了比较好的高跟匹配系统 可以实现不同高度鞋子的脚步的适配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角色的发型是可以通过照镜子进行变换的 我们对每一个发型都精心调节了物理参数 不管是飘柔还是海菲斯 不用选择 因为我都要 还有人问小姐姐是从哪里把斧头和手枪拿出来的 是隔空取物呢 还是像于大爷的大哥大和金饼那样 扑的一下就拿出来了 其实咱们是有背包的 只是背包太大了会挡住小姐姐的好身材 后续我们会做一些小小的背包 放到游戏中供大家使用 再来说一下设计部分的细节 估计大家没发现 咱们的子弹是有弹道的 瞄准远处的目标需要将枪口上抬一些 不过因为咱们现在的场景是在室内 所以这个点可以暂时的忽略掉 另外子弹是有穿透的 比如可以透过木门击中后面的目标 但是伤害会小一些 大家试玩过之后可能会发现 咱们的射击手感有一些特别 因为本人并不喜欢动态准心的设定 所谓动态准心就是在每次开枪之后 准心会放大 如果在准心复位之前再开枪 那就完全不知道这一枪会打中哪里 即使你的反应再快 操作再强 如果不想浪费子弹的话 那就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再次射击 我是觉得这种机制 适合用在手柄操作的游戏当中 因为手柄没有办法实现鼠标这样快速精准的定位 所以我希望咱们的游戏能够更加强调操作性 给玩家更多的提升空间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操作够精准 就能快速的枪枪爆头 哦对了 还有一个细节 你们看 这里的灯光都是可以关掉的 也是可以被打掉的 咱们场景里面所有的灯光 都是动态的 没有使用到静态光照 好了这一期先说这么多吧 欢迎讨论交流 如果想早一点玩到新版本 那就一定要来爱发电给我们发电哦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